第一個事情比較嚴肅一點 先回答 台灣人民有透過公民投票 制定屬於台灣人民的憲法 這是台灣人民的憲法基本權利 過去四五十年 台灣整個民主的歷程 所有投入 台灣民主化的前輩 我們都是這樣一路打拼過來的 為什麼大家奮鬥了這麼久 到今天最關鍵的時刻 要背棄過去的理想 要違反過去的承諾 這樣對得起過去長久以來 共同在為這個理想打拼的夥伴嗎 時代力量的立場非常清楚 我們過去怎麼承諾選民的 今天就在立法院實現 不要再用任何的話術 不要再硬拗了 屬於人民 國民的自限權 在國家主權 國民主權的高度之下 就應該在公民投票法裡面 予以落實 這個是時代力量 在今天公投法的補證當中 我們 好嗎 好嗎